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我们开始讲《俱世论》当中 今天现在在这里面 我们讲《七世界》和《有情世界》当中 讲《有情世界》的时候 《有情世界》当中 现在正在讲《中阴神》 所谓的《中阴神》 我们《中阴神》 我想我们在座的修行人 也是不久的将来 也要经过这样的《中阴》 一方面在密法当中 对有关《中阴》的分析非常细致 为什么说现在 《索阳仁波切》的西藏圣诗书 在西方国家和东南亚国家 如是有名 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主要 《索阳仁波切》把《中阴九度》 密法里面的一些内容 以现在人的口气相吻和表达出来的 这样以后很多人都觉得是非常稀有的 所以在密宗的有关是问解脱 这方面他的教言是非常多的 但我们在《俱舍论》当中也提及到有关《中阴神》的 只不过跟有些大乘的经典和论典的说法方面又说稍微不同 这方面大家应该清楚 今天讲《中阴神》的身相 《中阴神》的身体的相是怎么样呢 此与因也相同过 当若本有至身相 他说《中阴神》的身体的相状是什么样呢 它是一个因也 它的因也大家都知道 比如说我来世变成一个天人 我昨天说我来世变成一个牦牛 今天说好一点 我来世变成一个天人的话 天人的业叫做因业 我即生当中所造的 这个业已经前移到来世的天人 这是同一个因业的缘故 也就是说来世的业 我即生当中已经过了 来世的业叫做因业 这样的业是相同的缘故 古当本有至身相 因此本有的身相 本有指的是来世 我们今世的本有的话 现在的这一点也可以叫做是本有 然后它这里这个私有 昨天我们讲了一般居士论当中的话 讲这个私有 私有的话 本有 私有 身有 还有中有 分在四个方面 所谓的本有吧 什么叫做本有呢 本有也就是说 比如说对我来说的话 他叫做是来世的本有 所以来世的本有 那么他这里说中阴神的身相是怎么样呢 按照居士论的观点的话 他的身相与本有形相相同 比如说我即生当中是一个人 然后来世变成一个天人的话 那么中阴神的身相 按照居士论的观点的话 他说在中阴神的时候也是天人的相 当然跟大乘论典和密宗说法有点差别 比如说密宗里面说是中阴神 你中阴的时候是带个八天的话 那么四天是前面人的形象的 他自己也这样认为的 然后后四天来世我变成天人的话 天人的形象 这是大乘密宗的有些说法是这样的 这样说法的 但这个也没有什么特别固定的 因为众生的业力的话不可思议的 现在居舍论 自身里面世情论也说了 说是福尊严 众生之业意不可思议 所以有些众生他确实是也有 你变成中阴神的刹那就变成本有的形象 来世的形象全部是这种业有 有些他是前世的相 中阴神的时候一直是他前世的相 原来我们讲的 你们可能记得吧 去年我们学的是《前世今生论》当中 专门引用一个格西西勒奖措的前世 格西勒奖措她前世是一个妇女 在《更登全培》的传记里面不是已经讲了吗 然后说是格西勒奖措她就骑着一个牦牛 一直来到现在格西勒奖措她母亲的家 她到了她的家门口的时候 她就已经昏聚了 就不知道了 最后她已经入她了 她在中阴神的时候一直认为她以前是一个女人 她的女人的形象一直没有涉及 她有这种 因此格西勒奖措她说 前世我就变成一位女人的整个精灵 现在这个会议得非常清楚 所以有些中阴神的话 她不一定是来世的本有的现象 我们密宗当中也是经常这样讲的 但是也确实我们现在《居士论》当中所讲的那样 中阴神的心弦全部是本有的现象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因此我们判断一个问题 或者分析一个问题的时候 不能一句话全部都断定 众生的业力是不可思议的 然后众生的这种差别也是各种各样的 因此肯定有各种各样的情况 因此佛经当中有不同的情况来描述的 这个应该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 本有即是私有前 那么什么叫做本有呢 本有即是私有前 就是从生有到私有之间 具生有之刹那何 意思就是说 所谓的本有是什么呢 就是私有的前面 然后具生有的后面 生有的后面和私有的前面 也就是因为生有和私有只是一刹那 你真是戒生的这一刹那 就叫做生有 然后死的这一刹那叫做私有 所以我们密法的四种中阴的说法 是有点不同的 比如说密法的临死中阴的话 临死中阴要死的时候 你从得病开始 得死病开始 最后断气之间叫做临死中阴 然后过了以后发心中阴 发心过了以后转世中阴 转世中阴过了以后就开始屠生 有这种过程 但是这个在俱舍论的说法有点不同的 他的生有和私有只是一刹那间 所以我们俱舍论的这些说法 大家应该清楚 他这里也可以叫做私有 有这个私有 他这里这样讲 总有生的形象是这样的 总有生与未来的本有因业相同而生 因此是未来本有的生相与相貌 不是刚才讲的吗 我变成一个天人的话 在中阴生如果待了七天或者四十九天 全部是我未来天人的相貌 不像现在那样难堪 到时候应该在中阴生的时候 一直是未来的一种天女或者天子的相貌 是这样做的 那么本有就是后为本有 那么什么叫做本有呢 所谓的本有即是私有之前的有 也就是说是 生有皆生刹那以后的无因相续 因而私行最后刹那 皆生的第一刹那 分别称之为私有与生有 这个大家应该清楚 什么叫做生有呢 生有就是我们人皆生的这一刹那 这是世间非常短暂的 他这个举世论的观点的话 这是一刹那的 然后生有的话 将你皆生的这一刹那 这个叫做生有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 你在私有和生有之间的 这个过程的这种无因的相续 叫做本有 然后你私有到生有之间的过程 比如说你在中阴生吧 你还没有这个土生 你还没有土生的这个之间 叫做是中有 所以举世论的分析方法 我都觉得就是我以前最早的时候 看那个中阴的时候 这个比较好懂 密法的是中阴的有些方法 当然文解脱和 有些其他的密法的 有些中阴的说法 也稍微有点不同的 就是像空性境地啊 文解脱 有些分析方法的话 也有一些是稍微不同的 但是居士的私有的判断 方式分析比较好懂 那么中有生是什么延迟的呢 那么中阴生当时是什么颜色的话呢 地狱众生身如被火焚烧的树干一样 比如说你将来变成地狱吧 将来变成地狱的话 当时地狱众生的这种身相 它就像被火烧的树干一样 旁众生如羊眼一样的 饿鬼像水一样的 余天与人类中的所有众生 如金色的余天和人类 就是它金色的 色戒的所有众生是白色的 无色戒不存在中有 无色戒的话它死的时候也是没有这个 所以它没有中阴 无色戒是没有这个中阴 因为无色戒是无有色法的缘故 中有生的体积是什么样呢 中有生的体积是有多少密啊 他的体积应该是 这不是要算逆方是吧 不能算面积 余天与人类中有的身体 余天和色戒这个天 它这里没有说 余天和人类天的身有 一般是无露色的孩童一样 他的体积还是比较大的 无露色的孩童那样的话 中阴神它自己也是有一种 无云聚合的一种相 也有这么大 但是这个中阴神的世间吧 在这个中阴的话 他这里可能没有说 带中阴的世间的话 一般是像以前的诗有论师 可能那个里面也有 《居士论》自诗当中也是有 佛有论师他们认为 中阴神的世间一般七天 有不中的其他认为 其他有些论师 尤其是进不中的话 他这个世间不能固定的 他们认为这个世间没有固定的 为什么是没有固定呢 因为他的因缘 什么时候集聚的时候 才可以屠生的 比如说有些中阴神的话 他在中阴界当中一直带来纪念 他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屠生的地方 那天我们看前世今生论当中 也是专门有一个多极间层 多极间层的弟弟 他也是到处都去 找不到一个多层的地方 藏呀藏什么 他这样 所以《居士论》当中 这个知识里面也好像记得有 比如说有些众生 他本来是变成牦牛 但变成牦牛的话 比如说一般牦牛和旁生 他做不进行也有世间的分析 比如说夏天的话 牦牛做不进行 然后秋天的话就是饿狗 冬天的时候就是人凶 还有春天的时候是骂 这样他们做不进行 不是其他的众生 他是有固定性的 如果我是变成一个牦牛的话 比如说我现在死了 我现在死了要变成牦牛的话 牦牛只有夏天的时候做不进行 没有做不进行的话 我不可能入于牦牛的态 所以我一直等着 一直等着到了夏天的时候 才可以入牦牛的态 有些是固定性的 这个就像是转轮王一样的 转轮王的话 这是你们看看 那个姿势里面应该有 转轮王的话 他本来都是具有相好 但是人数八十岁以后 他就不能八万岁吧 人数八万岁之前 他不能出现转轮王 所以转轮王的这种具象的王子 一直等着 同样的道理 在中阴神 他一直是没有找到一个真正可靠的 或者是与他自己相应的业力的身处 没有找到的时候 一直是等着的 也有这样的 有些众生他是这样的 虽然是他转身到马的态当中 但是最后他也不能等不住 等不住的话 其他什么罗子等等 与马相同的一些众生 因为这个罗子他不分像马一样的 他存下其中有不经性 这样的话他没有等到那个时候 他就直接入罗子的态当中 也有这样的这种现象 所以说他这个中阴神的话 有些论师 就刚才也说了 认为七天的 有些不一定的 尤其是大乘的论师 尤其大乘阿比达玛当中的话 他不一定七天的 因此密宗当中 现在的有些黄昏士 这些认为是 有些众生已经死了三年了 但是他还没有这个屠生的 有些是已经 以前西雄看着的他的传记里面说是 他看见在中阴神当中 有些中阴神已经过了三年了 但是他们还没有屠生到 也有这种情况的 因此居士论的观点 按照实有论师的观点是七天的 但是大乘论典当中也有不同的说法 中阴神的时间 不知道下面可能没有分析吧 这是这样的 然后中阴神的体积前面已经讲了 由于色戒绝大多数是知缠有亏的 因而身体圆满并足以而生的 就是色戒的天人 我们昨天讲的色戒 实际上是有四禅天 四禁律 四禁律的这些天人要降生的时候 他们是知缠有亏的 所以一般穿着衣服而降生的 那么欲戒无产无亏的 所以裸体而降生的 所有的这些人们 还是欲戒的这些众生吧 都是无产无亏的 但是也有特殊的情况 比如说 百亿比丘尼 百亿比丘尼 鲜百比丘尼 唐僧好像翻译的是鲜百亿比丘尼 他有往昔的愿力 是足以降生 他穿着足以而降生的 他穿着足以而降生的 这个公案在《贤愚经》当中是有的 他以前在加义佛的时候 对比丘供养 不是供养衣服 后来他很多生事当中都是 缠着衣服而降生的 后来释迦牟尼佛在比丘尼的身段当中 也是像百亿比丘尼 那样身体居身有一些白色衣服 这是特殊开许的 《贤愚经》当中也是有特殊开许的 像有些众生也是他降生的时候 他穿着衣服而降生的 这种现象也是有的 最后有者的菩萨具足相好验尸的童子 相并也是足以而降生的 有些最后有者他具足相好的 还有便足以而降生的 这种情况是特殊的 一般来讲 应该是用这种情况来抉择 欲解的众生应该是裸体而降生的 这是刚才他的形象 中阴神的形象已经讲了 下面这样的中阴神 什么样的众生才能见得到 法治差别 第六个问题 四个问题是法治差别 同类具天眼者见 具有业力之身便利 足根具足无耳 具物不可退转 积训下 他这里这样的众生是 以什么样的眼睛才能见得到 是不是用亡眼睛 或者是我们带的一些近身眼 然后有三百度的眼睛 可不可以见得到呢 不行不行 这个不行的 应该有一种情况就是同类的眼睛 也就是说 比如说中阴神同类的 他可以能见得到的 人的话 人也是如果开了天眼的 哪天是谁说的 你看我这个地方很痛 是不是开天眼的 堪伯你看一下 我这个地方很痛 我在中间那个地方特别特别痛 是不是我们马上要开天眼呢 我说是可能过两天就开天眼 你不要吃药 可能过两天会开天眼 不知道他开了没有 他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同类的众生 他可以见得到 还有据天眼者可以见得到 反而如意宝经常批评一些瑜伽士 和一些黄昏士和空性母的话 你们有没有天眼 没有天眼的话 中阴神是见不到的 以前经常 因为上次如意宝在据手论里面的 很多教证都是他就能背诵 他把这个诵词背下来 然后骂这些瑜伽士和一些霍夫 你们说是这个是霍夫 这个是他的霍夫 你要知道是他的专世霍夫的话 你一定要有据手论里面所讲到的 这种四几率以上的天眼 天眼不具足的话 你光是肉眼 怎么知道是不是他的中阴神 你这个中阴神没有看见的话 怎么知道前世是他的霍夫 所以法王如意宝有时候 经常批评那些霍夫和批评那些瑜伽士 还有批评一些认定霍夫的这些人 经常用这个教证来说他们 确实是按照据手论自己的观点 我们要认定一个人 他是什么什么的霍夫 你在中阴神的时候 应该要认定他是中阴神 如果你中阴神的见不到的话 要认定一个人的前世更困难的 所以这个是应该具有寿命通 具有天眼通 没有无缘流通还是非常困难的 因此一般修行人 自己不具足这些天眼没有必要胡说 尤其是现在密宗当中经常这样说 可能很多受到一些不好的影响 因此同类具天眼者 具天眼者才能见得到中阴 但是具有天眼的话 他还是要具足很多条件 下面我们具体论当中也讲了 比如说远离睡眠 远离成调 远离我看禅定的过程 下面还在讲 到时候我们再看吧 我忘了 反正远离睡眠 上师如意宝经常说 你睡得老烛一样这么像 看来你好像不具足天眼 天眼的话不会睡觉的 因为天眼晚上也不用睡觉的 你有天眼的话 你不可能是早上七八点钟的时候 还在火火火火火烛 followed up 那你知道他是他的中阴神 肯定是不行的 他这里具同天眼者 还有具有业力的身边力 中阴神因为他有前世的一些强烈的业力 他有非常强大的业力 然后具足身边 主根具足他的根 言而彼此生的所有根全部都具足 然后它是无碍而行的 具无碍 不可退转 不能退转 它是变成中阴神的话 按照俱世论的观点 它就不能退了 也不能退转了 不可逆转了 它的这种果报必定要先进 因为中阴神已经变成了本有 本有相当于是已经转生来世了 没有什么差别了 然后我们对他做什么善事的话 不能转 那是不是我们对他做善事的话 没有功德呢 并不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中阴神的时候 我来世变成一个恶狗的话 我的这个形象已经固定了 已经可以说是民众注定了 那么这个时候有家人在四十九天当中 给他连经的时候有没有起作用呢 按照俱世论的观点就是 他们说有时有作用 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我来世变成恶狗的时候 当时的痛苦很少 或者当时在那里待的时间很短 在从中很快就获得解脱 有这种功效和功力 但是我变成恶狗的这种 不像大臣所说的一样 大臣的话 你变成中阴神的时候 如果遇到了好的善知识 好好的操作的话 马上会有解脱的机会 有这样 本来你是变成旁生的 但是在中阴的时候遇到上师 马上念诵的话马上也有解脱的机会 这是大臣的说法 但是居世论的说法 已经变成中阴神 已经成了来世了 已经固定了 固定了以后 这个时候不能退转 也没有什么逆转的 这就是所谓的寻相 寻相也可以说 或者是中阴神也可以叫 若闻以何言可见中阴神 中有的神同类可以见 刚才那个 比如说天人的话 他用天人这个 这个机会论论词词里面 他又讲了两种情况 你们这个可以看一下 一个就是上面的这些天人 可以下面 比如说色界的天和欲界的天 他可以下面看地狱宋子 还有在自己同类当中的 比如说人 具足天眼的人 他可以见到 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 通过修行而得具有清净天眼 才可以见到 通过修行而获得天眼 但获得天眼 真是我们到时候看一看 第六评和七评里面 已经讲了 获得真正的天眼 是现在的人来说 是非常困难的 但我们有时候 也不能全部一概而论 那么居神论里面的天眼 没有开的话 是不是这些瑜伽士 和所有的密宗人 不能看得到中阴神 也不是这样的 也不能诽谤他们 为什么呢 因为密宗当中 也有一些特殊的一些他心通 比如说一些密宗大成就者的 这个传记里面看的话 他通过密法的不可思议的威力 他马上能见得到一些中阴相 这种现象是有的 所以我们也不能说 他即使没有天眼的话 那么法恶如意宝为什么这样批评呢 法恶如意宝是为了精神 大家都是不能顺便胡说乱语 所以以这个目的来说的 应该是有密意的 不然是一概而说 你居神论的天也没有开的 凡是有顺敏的人都说的是假的 这一点我可能不能复认 因为很多众生的灵力也不可思议的 而且修行的境界也是不可思议的 尤其是我们大乘和小乘里面 上面大乘的有些观点 应该福音智慧别 层层更超胜 《入菩萨信仰智慧》里面不是已经讲了吗 因为根据智慧的差别 层层都是更为超胜的 以上就是更为超胜的 因此我们不能复认 知你这个天也没有都远过 全部是假的 这也可能不能说的 以前瑜伽师家丘喇嘛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 我这个不知道是什么 密宗里面的一些修法的原因吧 反正我有时候还是能看得到一些中阴神 这些确实有的 现在有些说神通的上师 有些喇嘛也是有的 我们说 比如说现在阿丘喇嘛 还是以前他说神通 说中阴神 他随便都是给别人说 现在听说还是很麻烦的 在那里去问他一些私人要派对 一天说五十个人 一天说五十个人 说五十个人的话 如果五十个已经过了的话 在后面有多少个人呢 居足也是不说 每天都是听说这样的 但这样的话 我们不能这个夫人 这个阿丘善师有没有睡眠 晚上睡不睡觉 如果睡觉的话 他说假的 这些也是不能这样 这个夫人 有些瑜伽师的这种能力和力量也是不可思议的 按照俱世论的观点的话 你必须要具足天眼 具足这种天眼 所以我想是 但这样问的话 也没有什么很多的必要 我不管是在自己的情节朋友也好 自己的来世也好 不想问 也不是不相信有神通的人 但是我觉得这些都不是很重要的 自己行持善法的话 基本上知道是来世的气头 如果自己做得不好的话 肯定来世都是不明的 来世知道和不知道 对我们来说不是很有关心的 很多人对可能因果是半信半疑的问题 这样问那个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很大的必要 也许他们知道 也许他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全部是正确的 说的有些 以前法王如意宝也讲了 他们说神通的这些人 叫玛依玛德斯 叫他不要受撒密戒 说撒密戒的话 你百分之百分 说的正确是不可能的 你肯定会是中间说王义 所以不能让他受戒 法王原来也是这样讲的 有些有路的神通的话 可能也知道一些 知道一二 但有些也不一定说得很准 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 可能随便说 尤其是说私人的话 这是很容易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这个私人是什么 转身到什么什么的话 他也不知道 但是说活人的时候 很多瑜伽师和空性母 前一段时间 我们那边骑摩托车 在罗洛那个地方 他们骑摩托车上来的时候 当时掉在瓦井的那个炕里面死了 后来他们都问 所有的有神通的这些 瑜伽师和空性母 包括特别了不起的高僧大的 他们都说是没有死没有死 过两天就回来 结果人真的早就已经死了 有时候他们说的一点都不准 说实话一点也是不准 但有时候可能对中阴神有些也会有准的 所以我们说一次不准 就是说他说的全部是假的也可能不行 然后一次准的话 哎 全部是百分之百正确的话 我看也不行 应该这个 具体的情况应该具体分析 慢慢慢慢分析 也不要诽谤 总而言之我们没有必要 他们有些说的不准确也是 实际上我都有时候这样讲 也许是他们一点都不知道 但一点不知道的话 有些在家人特别特别这方面想 你们的死人 你们这个亡人已经现在堕入我去 你马上要因很多观音菩萨的禁忌 然后要放生 让他们下去马上去放生 这一件事也是个好事 虽然是说亡语 但是也是一个好事 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也许是知道的 但是我们说是不能不知道 也有知道的人 也不能说是全部会知道的 所以这些应该这样分析 因此凡尔如意宝经常 就背诵这个诵词来批评他们 但这样也是很好 因为现在的世间当中 根本不具足田野 连桂野也不具足的人 他们都是开始说各种各样的 就是说你的前世是什么 中阴神是什么样 如果你真的知道前世是什么样 中阴神是什么样的话 你山那边的情况是怎么样 现在美国总统做什么事情的话 你可能一点也不知道 你连美国和这个之间的东西都不知道的话 你可能做中阴神是更是一个微妙的东西 你可能不会知道的 有时候我希望我们的这些所有的金刚道友 按照戒律的这种如理如法的行为去做 我们还没有达到很高的资格 所以应该自己还是如理如法的修行是非常好 这是由于他这里这样讲的 并不具足具身眼感而见到的 这是由于中阴神极其清净和行为 并具有业力所胜的身边 心于空中快速特点 就是中阴神有这些特点 他在中阴神他有一种身边 他可以行到虚空当中 很快的时间当中飞到哪里 比如说我以前变成一个中阴神的话 我有时候想说我以前读书的地方去 马上到达哪里了 他就很快的时间当中飞往虚空到达哪里 虽也无法阻挡 虽也没办法阻挡的 而且具足具有身无根具权 他那个无根全部具权 我们中阴法门当中 去年讲《前世今生论》当中 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基因呢 比如说原来是龙牙 龙牙他是主根不具足嘛 但是如果龙牙他根本听不到什么声音 或者看不见什么的话 到了中阴神的时候他看得到这个设法 然后听得到各种声音 这个时候说明你已经死了 你就不要怕了 你就死了 所以《问解脱讲》当中 专门有一些龙牙的话 你看见身体 或者听到什么的时候 你已经死了 所以中阴神的时候一般全部都是具足 除了特殊的一些严历现象以外 一般中阴神全部是足根具足的众生 并具有在善言等外传行的能力 在《举世论知识》当中也是有 比如说善王能不能传行 有些论师说善王不能传行 但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释迦牟尼佛正念经》当中 善王也是能传行的 有教证 然后寻找世间与 严当初也见能昆虫之骨 在很多比如说 严世里面也能见得到 然而其他不能传过母胎与金刚座 他不能传过母胎 母胎和金刚座的话 因为金刚座前世诸佛所称佛的地方 它是从价值方面有无比的价值 不能传行金刚座 我们《大圆满前行》里面也讲了 说是空间的时候也是 金刚座是如同形象的方式来已经存在 所以金刚座不能传行 这是一个 然后众生的业力现前 他的业力非常强大 母亲的胎不能穿越的 如胎的时候也有几种说法 有些是从引导入胎的 有些是从岗门入胎的 有几种说法 但不管怎么样 你已经入了胎以后再不能这样 你想出去也不能这样 首先入胎的时候已经昏厥在那里 昏厥以后最后在入胎的时候 他也知道是因为他要感受入胎的痛苦 这个时候知道他愿意想跑到别的地方去 也不能去的 但是有个别的一些业力 比如说有些众生他就变成一个鸡 他在胎里面变成蛋 蛋里面的这种生命他就死了 然后又变成另外一个鸡的身体里面 他蛋壳没有破烂也是可以转生的 也有这种特殊的情况 因为他的意识有时候 也有特殊的时候的一种转业 有一个叫做《山护亲吻经》 《山护亲吻经》当中 专门把中引生的这些境界讲得非常细的 以后我看《汉文大上经》当中也是应该有吧 《山护上诸亲吻经》 《山护上诸亲吻经》里面也有这方面的描述 所以他这种意识没有蛋壳的限制 他就可以突然可以往外面去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有些人念破说是开顶 开顶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意识从土顶已经搞破了 然后意识是从这样出去 但实际上这是密宗当中的一种修行的功夫而言的 它是功夫的话开顶 它是从功夫的角度来讲的 并不是他的意识 非要都是从土顶上出来的时候要留一个空 因为这个意识本来都是它不是心体 它不是心体的话 没有必要它这个土顶里面 它就在什么地方都是可以出来 即使它从土顶当中出的话 也根本不需要一个大洞 它也不是什么身体里面的有一块肉团 一块什么石头 如果石头的话 你出来的时候可能要大洞 但是意识为什么是这样呢 只不过是知识密宗当中 它就显示一种修行的功夫而言的 修行的功夫而言的话 他的意识上升的时候 在开顶的时候 它是这方面而言的 不然的话你这个意识除了木台和金刚座以外 它是没有阻碍的 所以你这个土盖根本不阻碍这个意识 它不会的 但是这个我刚才讲了 应该是从修行的功夫方面来讲的 功夫方面来讲的话 有些瑜伽时候上师的话 就是为了显示他的这种功夫 土顶也是开顶 也有这种情况 而且我们修婆娃的时候 土上也有这样的话 说明把这个功夫已经到达这种界限 到达这种界限的时候以后可以往生 这个应该这样理解 不然的话你木台以外的话谁都不做 那么是不是这个土顶必须要有一个东西 或者吉祥草把它开 应该首先的是留一个洞洞 不然到时候衣食就不能出来 开得越来越大 衣食出来的时候是越方便 没有这种说法 这是应该从这方面来理解 这样比较好 这样的 木台和金刚座以外是木台与金刚座 总有心不会被他转变 刚才也讲了 按照俱世论的观点 也不可能以其他的因缘来当时转变 已经到了终于生 再不能离转 不能转的 原因是总有本有二者 由同一个业力所前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本有和终有这两个 全部是由一个业力而所前的 比如说我变成天人的话 我终有的时候也是天人的业已经现前了 然后本有的时候这个业已经现前了 所以这是一个业力而现前的 因此不能改变 业界中有的神由于他的缘分的善恶不同 这个中有神他就寻香气和抽气 这也是佛经当中有记载的 比如说有些色戒中印这方面没有说 因为色戒中印按照俱世论的观点 他不相受那个气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 所以香气在上界都是没有的 他在中印身的时候也是没有的 五色戒的中印本来都是没有的 那么余界身的中印 如果因缘比较好一点的话 他吃的那种 他相受的那种 经常是香气 然后如果因缘不好的这些众生 在中印期间他经常受的一些臭气 他是这样来过生活的 当时也就是说 中印生 他不是吃红萝卜 也不是吃牛肉 白菜 不是吃牛肉 他只有一个气味都可以 因此我们有些烧烟烟跟他回向的话 一般现在藏传佛教当中也在四十九天 每天都是烧烟烟 不间断的 以后自己的一些金刚道友 父母 这些死的时候 还是跟他四十九天当中 扫烟烟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他是熏像其极端 熏像其极端的话 他是通过只有这种方式来 扫烟烟 昨天我们有一个朋友 以前是在读书的时候是一个医生 我都不认识 后来他非要带一个人 我是什么扎西顿 你一定要 以前是我跟很好的朋友 一定要给他的母亲炒的时候 然后我昨天下去了 下去以后 我后来好像是二十多年没有见到 就是才认识了他 然后他好像在那边 特别特别的痛苦 然后我们念破话的时候 我都心里面想 今天我在这里给世人念破话 再过几天的时候 我的尸体放在那里 别人给我念破话 也非常难受 但不管怎么 终于是依靠这些形象 比如说现在我们的话 我的心里面想 昨天十一点钟 我今天中午吃什么 我念破话的时候 心都没有观想好 我今天中午吃什么 后来我觉得是很惭愧 那么多的人都是听着 看着的 然后就马上一时转移 一时转移的时候想起 因为跟他扫的脏霸严严 扫烟 扫烟的话 终于是吃这个烟子 那么现在我们吃饭 也许在过一段时间 死了以后就是要享受烟严 其他的我们吃的 这些给他给了也是得不到的 一般来说是对世人没有过四十九天 对他念一些观音信族 念一些密族的咒语 然后咒语以后 跟他烧烟严的话 他是心香气极端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他的业力稍微好一点的话 他就获得了香气 如果这个业力不好 他获得抽气 所以我们不管是怎么样 对这些人也应该这样来对待 第二个是 第五个问题 就是如生之力 这是如胎 也可以说是如生之力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 终于生生起颠倒的意思 他如果是太生的话 他对父母生起贪欲之心 然后前往到那里 如果是化生和世生 他就想在那里获得了一些香 获得了一些主处到那里 然后地狱的话也是地狱众生的话 他的身体的形象就像阎罗族 用孙子洗着他的脖子上那样 他有这种感觉 如果是转生到天人的话 就是向上的这种感觉 他通过这样的感觉就开始入胎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终有生是如火如生的呢 就是将要转为人的终有生 从远方看见 比如说我们转为人的 他这里说是转为人的 但是有时候也不一定是转为人 转为牦牛 转为其他帮生的话 也是对他的牧牛或者供牛 生起贪心和嗔恨心 也是这样入胎的 那么如果你是转为人的话 他从远方看见父母教个 如果转生为难 那么则对父亲生起嗔恨心 对母亲生起阴语之颠倒心 然后想与母亲交个儿前往入胎 入胎以后 母亲的坐车面朝起背部顿坐而生 他一般有些老人 他在住胎的时候 我肯定这个孩子是什么儿子 是一个女孩子 是个男孩子 很多人也有这种观察方法 有几年的老年人 他是入胎的时候 首先都已经昏厥 首先对他们生贪心和嗔恨 然后他就已经昏厥 昏厥以后已经入胎了 但是这个说法有点不相同的 比如说《阿难入胎经》里面 中医生是这样讲的 他说如果是三驱的这些众生 他看见宝座 他看见宫殿 这些具有三性的人 他转生的时候他看见这些 然后他想到宫殿里面去 他想坐在宝座上 这个时候他已经入胎了 有些中医生 然后没有福宝的众生入胎的时候 他看见很远的地方有一些暴风雨 或者有一些众人在那里居住 或者在那里有一些狂风 他想在这里躲避一下 比如说他看见暴雨的时候 我想在这里稍微躲一下 或者看见众人的时候 看见到众人里面去 这个时候他已经转生入胎了 也有这样的情况 这是我们密法当中也是有吧 密法当中跟《阿难如胎经》的说法 基本上是相同的 这是一种情况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 比如说刚才我说是《三户上诸亲吻经》 《三户上诸亲吻经》里面 也描述了很多如胎的状况 那么这里面怎么说的呢 比如说他转生到天人的话 他看见很远的地方有天子天女 在那里享受快乐的生活 然后愿意到那里去的时候转生到天人去了 然后如果你转生到人的话 他看见在那里有很多人在那里喜乐地过生活 然后你想到人当中去 到那里的时候就转生到那里 然后有些转生到地狱里面 转生到地狱里面的话 本来对地狱不会有什么贪心 但是比如说你转生到热地狱的时候 你当时中阴神的感觉特别特别冷 觉得有没有一个比较热的地方 一看的是地狱的火看见的时候 我到那里去的话可能比较热 然后一转生马上到热地狱去了 如果你转生到寒地狱的话 你自己感觉是我特别特别酷热 有没有一个比较凉快一点的地方 然后一看见地狱的这种凉快的地方 什么火的话 是不是凉快 我就意识到已经转意了 看到原来叫什么东东还是西西 他就好像很饿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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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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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撞的很大的嘴巴 所以我这个中阴神都忘了 那一个 然后这样的话 他看见那个 看见这个两块或者是这个饿鬼 就是这些都是转生 就是一一的做了描述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们变成终一生的时候 按照密法里面 把自己观想红子 得子 还有把自己的父亲母亲 观为上师夫妇 父母 然后自己发愿 我入胎以后 将来变成一个真正有缘的密法 所以密法的很多后面的修法是这样的 所以一个是密法的一种说法 还有刚才《三护上主请问经》里面有说法 他刚才讲了有天人和天人的相 或者人有人的相 然后刚才《阿纳如太经》 他看见凡是三妙的话 看见比较寓意的宫殿 宝座等等 如果他转生到一些不好的 非福德的人 他想多余这种情况 这是俱舍论和其他大乘经典的观点 就是稍微有所不同的 如果是转生为女 再应对母亲生嗔恨心 然后贪恋父亲而生母亲的作才 就是免朝欠儿生的 以上是他们真的有些 不知道其他地方有没有 原来我们弟弟还没有生 他在怀孕的时候 我说是我玩耍的时候 其他都是有很多小孩子 然后当时母亲说是应该是个男孩子 以后和你有个弟弟 当时他说是你就不用伤心的 这样说的 后来真是这样的 他们有些可能会 当时我都觉得是他有神通 他不是神通 一般都是他们有这种观察方法 所以他作词和右词 他很多人有这种观察方法 我也不太懂 以上是太僧业乱僧的入胎方式 但这些方面肯定有很多人有经验的 应该在这里来讲 此外先生总有众生 希求清净或不清净地身处的向而前往 华生总有在看见身处其欲望 爱心而入胎 爱心而入不是华生吧 华生是这样的 刚才我不是讲了吗 甚至这个地狱众生的话 他的地狱也身处一种爱心 这个时候已经转生到哪里了 这是华生的 其中的地狱所有人显现的景象 阎罗族永顺所系上头朝下而带走 天人向上 人等善内众生等一样 今天讲到这里 全无限了 讲唱道 善内众生 娱张 保重 标官 knock 努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